如果你的弟弟在学校被人欺负你该怎么办 而这个女孩的弟弟就是在学校被人欺负 于是决定给弟弟报仇 而这边的校霸却在还开心的游泳 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大难临头 只见女孩不紧不慢地走进了泳池馆 他们几人还在嘲笑女孩比他弟弟长得好看 女孩说等下就有他们哭的 只见女孩手提两袋狮人鱼 随后便不紧不慢地松开了双手 他们想要逃跑 可哪里有狮人鱼跑得快 此时的水里已然乱成了一锅中 原来就在刚刚 女孩发现弟弟更衣室的门上被画满了小猪佩奇 等打开柜门却发现弟弟被五花大宝的关在里面 并且嘴里还被塞着一个西红柿 女孩问弟弟怎么回事 结果手刚碰到弟弟的手势后 脑海里就出现了弟弟被人欺负的画面 女孩发誓一定要为弟弟报仇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那么问题来了 你想和这样的女孩做朋友吗 这个七岁的女孩已经三天没杀人了 于是她把目标对准了自己的傻哥哥 她把哥哥骗到垫以上后用皮带捆住她的双手 接着扣上一个拨盖怕垫的不够彻底 然后准备拉下垫闸通电 可就在这时老妈突然出现 在得知女儿要杀了傻哥哥后 她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嘱咐女孩要玩的尽兴点 得到妈妈的鼓励 女孩立马拉下垫闸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妈妈也是满脸享受的在一旁看着 女孩名叫《星期三》 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亲哥的各种死法 这天妈妈看见女孩又拿着小刀去杀哥哥 她满脸的无奈 拿过女孩手里的匕首 给她换了一把更大的刀 喊人妈 还得用这个才行 原来傻哥哥阿呆虽然是个憨憨 却天生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不管怎么对她都无法伤其分毫 而他们的爸妈更是离谱 两人都是古怪的万年僵尸 爸爸喜欢打高尔夫 却每次都意外打进邻居的饭碗里 老妈喜欢插花 却每次都把花朵剪掉 只留下枝条插进花瓶 奶奶是个精通占卜和下毒的巫师 但现在年纪大了每天负责做饭 每次做出来的都是科技很多 作为一个积攒了无数财富的大家庭 他们不仅聘请了一个僵尸管家来照顾他们 还找来了一只只有左手的左手帮作扑 帮他们拿快递等做些日常损失 可虽然这家人的生活无忧无虑 但他们却始终被一件事所困扰 那就是奶奶失踪了多年的大儿子肥波 他们多年来到处寻找都没有任何的音讯 这天奶奶照例拿出水晶球占卜 却意外发现肥波现在就在门外 这可把老爸给激动坏了 他立马命令左手去门口看看 当左手马不停蹄地打开大门后 果然发现有一个光头站在外面 看着他乌黑的眼圈和深邃的眼眸 老爸一眼就认出了是失散多年的哥哥 他紧紧地抱住肥波还亲了他一口 而这时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他自称是肥波的养母 说在三十年前是他捡到了流浪的肥波 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把他养大 但现在里应让大家团聚 享受天伦之乐 老爸瞬间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二话不说就送了一吨金币给他 可女孩却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结果到了晚上 肥波打开行李箱 里面根本没有行李 竟全是一些炸弹电锯之类的武器 而这时老妈刚好走了进来 肥波瞬间以为自己要露线了 可没想到老妈却不以为然 把这些东西当成了见面女 还拿起一瓶毒药对肥波说了 这个口味的孩子们都不爱喝 家里还多的是 等到老妈走后 肥波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只是个冒牌活 正在筹划一场大阴谋 他其实是个小混混 和养母在一起放高利贷 前几天在律师家要债时 律师意外发现 他和肥波长得十分相似 于是三人便想出了假装认清这招 约定偷走所有财产后评分 第二天起床后 肥波提出借口熟悉熟悉环境 结果没想到老爸自告奋勇当向 并拉着他去金库参观 当着面就把密道给打探 走进历室后 老爸又启动了第二层机关 两人瞬间随着滑梯飞速滑下 这是他们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 可冒牌或肥波哪经过这个 差点被吓得魂都散了 落地后直接坐在了地上 缓过神后老爸带着肥波来到金库 壳里面却只有一堆破铜烂体 老爸说这些都是两人从前的玩具 在他心目中就是至高无上的财宝 随后他焦急地四处寻找 竟无意间打开了桌子上的机关 无数的金子闪闪发光 看得肥波眼睛都直了 他刚想伸手去哪 结果机关又启动了 把肥波转回到密室 不过既然知道了位置 全部偷走也是早晚的事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随后老爸又拉着肥波回忆同棉 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肥波不仅把小时候的 是忘得一干二净 就连两人小时候 每天说三百遍的暗号也对不上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老爸和老妈来到拍卖行 花高价拍下了一个金属玩具 然后转手送给肥波 想看看他会不会玩 结果肥波不仅不会 还把手卡在了里面 老爸见状瞬间证实了猜想 这个肥波肯定是个冒牌活 因为这个玩具是兄弟俩从小经常玩的 不可能连这个都忘了 回到家后老爸越想越起 他无法接受亲情遭到欺骗 而与此同时肥波也开始了行动 他偷偷打开密道 来到了第二个机关这里 可看着满天的铁链 他忘记了该拉哪个 于是只好随便选了一个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铁链抓住飞上天 然后从垃圾管道被丢了出去 等到醒来时 老妈早已等候多时 他把肥波带到了家族目的 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但不想老爸伤心 所以希望肥波继续扮演家人的身份 如果他不怀好意 那么自己将会让他在这里就地长眠 肥波听后冷汗直冒 回房间后就连忙打给杨母 说自己已经暴露 想要终止行动 却没想到杨母鬼迷心窍 竟然直接上门忽悠 说肥波的脑袋被雷劈股 想不起小时候的事情很正常 没想到单纯的老爸听后信以为真 当晚就找肥波道歉 说以后不会再试探他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 在之后的日子里 肥波竟然渐渐地对这家人产生了感情 他经常陪着孩子们玩耍 细心地给他们读故事 养母知道后火冒三丈 为了防止肥波叛变 他连忙叫来律师 以肥波长子的身份继承了城堡 把女孩一家人赶了出去 于是就这样 曾经富可敌国的一家人 如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遭到背叛后的老爸一举不振 每天坐着郁郁寡欢 为了维持生计 老妈这个万年将失去应聘幼儿园老师 结果她可怕的吃人故事 直接吓哭了一众小朋友 而女孩和哥哥则在路边贩卖饮料 可他们制作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喝吗 最后还是左手扛下了所有 凭借自己的速度和努力 他成为了一名快递员 每天疯狂送货 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男人的手机居然掉出来好多金币 这下发财了 于是男人赶紧用垃圾桶来接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接了满满一大桶金币 只见她往衣服上一扔 原本杂乱的衣服秒变整洁 自己搬不动的垃圾 也可以用金币直接传送到垃圾桶里 喝完的牛奶也只需扔一块金币 秒变满满一大瓶 见冰箱里没有喝的 这好办 随后放一块金币在里面 下一秒冰箱里满满都是雪 随后又来到厨房 将梅喜的餐具瞬间变成新的 接着又看向梅喜的暑假作业 金币一扔搜的一下 这下交给老师就放心了 见花园已经枯萎 扔一枚金币进去秒变小绿化 原来就在刚刚 男人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神秘人叫男人按下手机上的金币 那么金币就掉出来 而且还能实现你的各种愿望 男人不幸地点了下手机金币 下一秒金币果然掉了出来 于是男人看到了微波炉的爆米花 想了想便将金币给扔了进去 没想到下一秒就能直接开吃 接着男人就将手机的金币翻倍 下一秒就掉出了无数个金币 纯女人半夜点了一份外卖 打开的时候盒子里居然是空的 就连订单是无字的那种 而外卖盒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想吃的写下来放进去 刚想打电话投诉 不料电话居然也是空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便随手在纸上写了他最爱吃的烧烤 随后就给扔了进去 下一秒外卖盒瞬间晃动起来 接着白光一闪 一万根外卖就出现在了外卖盒里 随后女人便打开大口朵一起来 接着女人又在纸上写了高级寿司 下一秒果然寿司真的出现了 女人就像风的一样吃一半扔一半 而且澳洲大龙虾都吃一百斤的奶油 这时候女人突然嗅觉到了商机 便在手机上搜索世界最贵的食物 原来上面显示的是七十万一颗的鱼子酱 可发现白纸已经用完了 将维生素的包装盒撕开来用 在上面写着鱼子酱两个大字 不疑会女人便开始直播大文 并且夸赞她的鱼子酱的神奇功效 不料直播间却说女人鼻子流血 女人害怕地擦着鼻血 下一秒时线便开始磨合 嘴里也开始出泡沫 随后就永远地倒在了地上 她们恕不知道女人血于子酱的痴 另一面却带有毒字 女人为了能变成西施 居然将自己整个身体都泡在乳霜里 就算不能呼吸差点嘎掉 她也是心甘情愿 接着还浑身高裹乳霜在屋里瞎溜达 高兴地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接着慢慢将乳霜褪去 没想到整个皮肤都是白里透红 我的天呀 就连嘴里那个二十颗大白牙正如此地好看 女人看到自己如此完美的美貌 激动地差点嘎了过去 原来就在几天前 别人都是肤白貌美的大长途 而自己却是个不受待见的丑小鸭 但是她无意间看到美女们居然在偷偷用乳霜 于是女人便花了所有的积蓄 花了九块九买了一整箱的乳霜 随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涂抹在脸上 可没想到别人都是白白嫩嫩 而女人却是满脸红枕 一开始女人还以为是正常现象 于是用了半年后 没想到整个人跟个鬼一样 晚上女人来到仓库 没想到里面居然站着一个全身涂满乳霜的人 并且还和女人做着同样的动作 随后女人就像丢了魂一样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随后女人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并且化上了美美的妆 戴上眼睛谁也不爱 并且也成为了几个白富美的羡慕对象